好 談過電商486日前 他在這個影片有發布 結果被創作團體Hotel 他就已經抓包說 疑似有抄襲 那麼另外呢 還在臉書上發文說 從服裝 場景 台詞 運鏡 真的都很像 而486先生今天 在臉書上發文道歉 還提到說 如果有經過他的公司 一定會當面致歉 並且請吃飯 但網友就有酸他說 請個吃飯 道個歉就沒事了嗎 隔壞多久 網友又發現說 這篇道歉文好像被刪除了 隨後486又PO出了 另一篇的文章 二度道歉 可是還是有部分網友 不太買賬 甚至還翻出了 他在2014年的PO文 雖然連勝文的競選 廣告有抄襲 甚至有網友怒批說 他當時有怒批說 這不是黑心 什麼才是黑心呢 那麼如今就有網友表示說 那麼是不是穿越時空 自打臉呢 也有人說 這是回力鏢 還飛了真久 另外也有人還回到了 那一篇2014年的貼文底下 在留言說有一天呢 自己也會因為抄襲而被謾罵 另外是藝人納豆 41歲的藝人納豆 24號因為腦出血 動影流手術 手術順利 博生在醫院修養 今天是開完刀的第四天 要在醫院過年 也讓不少 這圈內好友覺得很心疼 他的媽媽平時在慈濟做公益 這幾天也向慈濟同仁告假 專心照顧兒子納豆 而年前這個手上的節目上 那時尚玩家就找了黃東輝來救火帶斑 另外其他的節目也都有存檔 好 我們來關注的是跟這個菜頭 交情很好的白冰冰 25號才在殘序中聊到她 但沒有想到其實她就被爆說 其實在肝癌末期住院治療 當時記者是有打電話 但是沒有做出回應 26號就有媒體爆料了 她在去年12月已經病逝 而2018年在冰冰做的節目上 菜頭就有談到 年輕時常常當腳頭被關的菜頭 因為媽媽的一句話 而勸她浪子回頭 我們趕快來看看 關的時候是當兵前還是當兵後的事 當兵 因為我很早就離開家 就去搬一高雄 搬一高雄也是在吃頭 吃頭之後就 就去關 對 關過多次 這樣總共關幾次 關幾次 比如說一邊要砰幾年 這樣怎麼有記者要砰幾次 大概砰幾次就對了 砰幾次就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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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味道又出來 味道又出來又進去 沒有這樣吃 就這樣吃 你不是說 沒有啦 怎麼吃到一口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你不是說高雄要砰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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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我現在我看你不是憂鬱症 你去遭遇症 等一下 我跟你講 那是冰冰姊的憂鬱症 我才敢這樣問別人他不敢說 對 別人不敢問 但我是要知道說 我聽說你會改過自新 是因為你媽媽最後到綠島去看你的時候 他轉身 他轉身 那個轉身 對 我跟你講很感動 他去外面給我看 看一隻鼻 哪有可能 鼻怎麼大 他要說什麼 不然那個人感傷 是看一個補雞湯 雞湯 去跟我說一個話 因為我小人的名字 本名叫問國 問國 書問啊 問啊 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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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幫我探討 我們探討 就說問獎 其實是我最後一次來給你看 你如果說 後來你叫我腳掌 希望你是不是 我會回去 絕對不能再做驚訝 讓我知道你做驚訝 你這隻羊 永遠不准 把我叫腳掌 喔 那時候剛好是黃昏 然後他轉過去 要走了 一直走一走 那時候是黃昏 夕陽西下 那種海 在外島的海平線有沒有 那種海平線 夕陽慢慢沉下去 我關在裡面 跟龍中鳥一樣 手伏的腿穿 永遠我媽的身材跟我一樣 我跟我媽身材一樣 她這樣走 慢慢走 走了一下子跟我講 連連都沒有看過 用背影… 就是等於是這樣轉過去 轉過來 轉過來 就這樣看著她 然後那種 就是加油 她帶了很多東西 杯子吧 好 我不行了 不行了 你看看 在那種 這樣就不行了 海平線的 我不行了 這樣就不行了 海平線的 我不行了 你看那個背影 大家現在有畫面 那時候媽媽幾歲 五十幾歲吧 你幾歲 我 三十了沒… 沒有啦 二十出頭 就當兵回來了 當兵回來了 二十出頭 二十幾歲這樣 我可以想像那個 在一個夕陽西下的海平面 一個背影 一個傷心的媽媽 就說你如果不改過 你再也不要叫我媽了 然後轉過去 斯文 加油 那個真的 你是他一下子 就有決心要改變 我那時候想 我這輩子太對不起我媽